主持人廖柯一 日前开新公开和美女主播 秦琳谦在婚的喜讯 不过后来却有多位女子对来爆料 痛批她欺骗女方感情 引起网路热议 不过她和老婆都没有受到这些风波影响 而是依然常常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生活近况 八日廖柯一在脸书发文写下 头好壮壮满三个月 终于可以说了 老婆辛苦了 她晒出宝宝超音波的照片 开心公开爱气已经怀孕的喜讯 秦琳谦后来发文透露 当妈妈从没在自己人生规划中 44岁还能自然怀孕 我想这绝对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吧 头一次当妈妈觉得有了够惶恐 谢谢强大又比我乐观的神队友料可以 什么都她做 什么都她扛 贴文一出粉丝纷纷祝福她运气平安 恭喜两人将迎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